好 大家好 焦點視頻 吳佩孚完期術二的時間 盈光幕又見到我們的吳佩孚師傅 大家好 師傅 上一集我們面相學初階BB班 其實也不是BB班 這個叫深德班 深德班 講完微母 我想不到原來一堂微 我們都講到兩集 這樣就很麻煩了 我想眼睛可能我們隨時多過兩集這樣的款 因為眼睛像你所說都有很多東西 形狀所有東西都可以說 好了 師傅 不如先從形狀入手 我曾經有一個聽過說法 就是說我們現界的特首 林鄭女士 她的眼睛就是呈三角形 所以這一類的人除了冷靜之外 有時的決定都很凶狠 三角眼是一種不太好的眼相 叫做偏激好鬥 三角眼是偏激好鬥的 也是符合她的形象 自己很能打的 所以會有這種情況 也是很難跟別人妥協 也是很像她現在的情況 是 還有一件事大件事 不止三角眼 就是眼珠比較小 哦 黑色的部分 沒錯 有些四角眼 有些叫四白眼的情況 是 我們經常聽人說三白眼 是 三白眼有機會是上三白或下三白的 是 眼珠可能長得比較高 下面呈現是白色比較多 或者眼珠比較低 上面呈現是白色比較多 都是這種叫做三白眼 是 但是她有一種情況叫四白眼 就是眼珠中間 四周都是比較容易有眼巴 哇 那會不會像那些氣一樣 吸血鬼 會有的 這種叫做蛇眼 是 蛇 你想想蛇是否一種很陰沉很毒的動物 生物 如果逢是人 有些四白眼都會比較小心一點 比較絕一點 蛇很有趣 被人殺了頭 掉了 有機會還要咬你 是 十幾分鐘 突然間會動 蛇頭咬人 有些貼紙 會有這樣的情況 至死咬你 是 所以眼相很重要 是 首先我們說了眼相不好的 例如正如所說 四白眼三白眼 或者叫做三角眼 這些眼不好 有些叫做 象眼 象眼 象眼就說 哇 周圍都很多眼睜 嗯 眼的四周 哦 很多 是 這些比較好色 哦 哦 OK 這些比較好色 嗯 即是 去到女色 或者是 去到色慾的問題 就失去理智 是 容易做錯事 即是結婚也好 容易有 婚愛情 第三者 會這樣 大師傅 會不會有這一類的 有這一類眼的人 年紀會比較大些 嗯 當然 你說 去到年紀 六七十歲 那些眼的周圍 都是比較容易皺紋 這樣就是合乎正常 是 但是我所說的 就是說 中年時候 都已經是這樣 沒錯 哦 哦 中年時候 那我們會比較是 大哥 哪個大哥 不要說 很多時候 感情上明明出問題 出鬼 那些 那隻眼就是有這種情況 嗯 像眼 OK 那麼 另外來說 就是所謂 桃花眼 桃花眼是怎樣呢 就是 經常水汪汪 是 經常都像水汪汪 那樣 淚鮮零色 其實這些人 就說 他內分泌可能失調 或者零色豐富 嗯 都是情慾 比較強烈一些 是 所謂的桃花眼 那情慾強烈的 那你自然而言 就是想男女感情的 是吧 這些所謂的桃花眼就是這樣 嗯 還有桃花眼的人 會是比較 是 耳朵軟一些 是 還有意志力是薄弱一些 哦 所謂眼淺一些 OK 情感豐富一些 那也是容易陷入感情的困擾 對 那師傅 我聽說 有一種眼 類似妙喬偉 三哥 他 大家都知道 他人緣好 那眼尾就是 那些紋很多 也都很長 長到下來 是吧 那是不是又是說 那個桃花人緣好呢 那眼尾呢 我們所謂 叫做姦門位置 嗯 眼尾位置 就是跟桃花人緣都有關 是 那逢是有這樣的 桃花文這麼多 眼尾文多 如眉文 叫做 人緣桃花都好的 是 但是又未必一定出賣另一半的 就是正如你是藝人公眾人物 那你可能是粉絲多 嗯 容易吸引異性 那樣 也是容易自作多情 嗯 容易對人好過龍 是 容易被人產生了 不會的 這樣的情況 是會這樣的 如果如眉文多的人 是 零食八卦 嗯 就是人家開不開心 又關他事 他會覺得 嗯 你明白嗎 有時候 會令到人產生了 不會 OK 還有一件事 眼呢 我們最怕 就是整天的眼 就是 眼凸 有些人會 是 凸眼的人 就是 是容易精神病的 嗯 凸眼的人 還有眼的人 容易 嗯 經常就自我感覺良好 嗯 就是喜歡擦全材感的正一 嗯 還有很多東西說的 眼凸的人 眼凸呢 其實對於小腦呢 其實是相連 眼和小腦後面 是 所以來說呢 就是凸眼凸的人呢 他的語言能力強一些 但是就容易亂講話 是 是 不停的 一喜歡說起來就不停的 哦 爭咪唱的 是 會這樣 我們就試試看 OK 那師傅有些人呢 他就 那些叫做什麼 鳳眼啊 對眼呢 眼尾呢 就有一點點向上戳 是 那你有沒有些什麼特別呢 呃 如果眼型呢 你細長 或者眼型 是比較戳 是好的 是 眼型比較好的 如果眼睹呢 就不一般的 是 眼型戚呢 就比較容易 開心一點 樂觀一點 是 做事正面一點 是 那師傅有些人呢 我認識他呢 就是 他的眼睛呢 很有神 不知道為什麼的 是 但是有些呢 眼大得來呢 都無神的 你喜歡的 你看著他的樣子 你看得眼的 已經知道 生木火鍊 是的 好像出了竅 雲碗 不知道飛去哪裡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分別呢 是 眼神當然很重要 一個人的神才 當你一個人專注能力 集中的時候 對某樣東西很有興趣的時候 你的眼神自然就來了 是 譬如說 你很喜歡那本書 或者你很喜歡看那個節目 你就會聚精回神 正所謂 是 所以 如果一個人 周時呢 即是平常的時候 你看他的眼睛都好像有神 即是說 他活得是很精彩的 這個人 嗯 他對身邊所有事物 他都是充滿興趣 是 工作的時候投入 學習的時候投入 那這些人不容易成功 嗯 是吧 相反來說 有些人 喂 無時無刻開工好 去玩好 在家裡好 都好像生無可戀 兩下無神這樣 那這些人怎麼會成功呢 這些人一定是失敗的人 是 那樣東西都什麼興趣都沒有的 嗯 吃又隨便 嗯 玩又隨便 嗯 做事又跟隨便 哈哈 那你怎麼會成功呢 是 吃又吃得隨便 是 就是這樣了 OK 就是沒有神 OK 那好啦 師傅 我曾經聽過一個說法 就是說 如果你是有桃花眼的 是吧 桃花重的 戴一副眼鏡 遮一遮它 那其實 是不是真的戴一副眼鏡有用呢 還是直接戴一副超 是吧 讓人看不到 是有用的 那有些人呢 可能近視或者散光 是 自然然看東西就蒙了 嗯 你看東西蒙呢 你就好像沒什麼興趣 兩眼無神這樣 嗯 如果你戴一副眼鏡呢 你矯正了視力呢 幫到一下呢 你的眼睛都自然有神 是 那當然啦 你說如果眼睛比較空的 你戴一副眼鏡 也會有一種幫助 嗯 是 桃花眼睛也是 也會有一種幫助 是 OK 好啊 時間差不多 其實眼睛呢 我還有一些問題 想要問師傅的 所以如果是呢 不妨呢 我們下一集的時間呢 再請教 不會夫師傅啦 好 好嗎 拜拜